HELLO 我是沛莉 今天要來介紹三款我日常生活中常出現的髮型 第一款也就是妹妹頭 讓它有一點蓬鬆可愛 頭髮蓬鬆了 臉就會看起來比較瘦一點 第二款就是 瀏海比較長的話 可以稍微有點旁分 一邊側邊塞耳後 不是妹妹頭這麼的過分可愛 可是卻保留了年輕的氣息的一個髮型 這是我很喜歡的 第三款就是整個大側分 就是有點像韓劇女主角那種 超有氣勢的姐姐髮型 好廢話不多說 我們要開始囉 開始之前也就是先回答一下大家常問我的問題 就是我的髮型平常是怎麼剪的 有一些女孩子很聰明就會拿著我的照片 去給她的髮型設計師說 我要剪得跟佩莉一樣 讚 可是呢 有一個關鍵的重點就是 有時候啊 髮型師光看一張整理完後的頭髮 他沒有辦法去判別說 該怎麼剪這顆頭 所以有可能剪起來的落差會很大 所以呢 我要跟你們說關鍵的重點就是 我的頭髮幾乎都是低層次的 就等於說你上面這個表皮 拉起來的長度 跟我下面的長度 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要請你的設計師 不要做任何的打薄喔 就整個頭髮其實長度是一樣的 這樣才有可能可以做到就是整個打側分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要直接開始囉 首先呢 我要先把頭髮弄膨 因為這樣塌塌的 看起來沒有精神 然後呢 很簡單的方式就是前面 前面上面頂部的地方 我會先稍微大概分區一下 我的分區方式呢 就是我會用一些夾子 直接夾一段一段 開始分三片 然後使用這個 撥撥夾 把頭髮拉起來 夾髮根的地方就可以了 不需要停留很久 只要帶過就可以了 然後等它稍微冷卻一下 基本上只要帶過 像我這樣子 幾秒鐘的時間 然後冷了之後放下來 一整個就已經超膨了 然後很重要的是後腦勺 因為我挑選了這個 它的那個波浪的感覺沒有很大 然後也不會說像玉米薰那種 感覺頭髮好像毛毛皺皺的 所以其實亂夾也會有它的效果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邊不要塌一點 就再繼續夾這邊的髮根 好想要讓頭髮定型的話呢 就讓它稍微冷卻的時候 再放下來一點點 整個就會變得很膨了 蓬鬆 蓬鬆蓬出來之後呢 我要做出它那種自然捲的感覺 然後我會使用就是電棒捲 然後就要把髮尾稍微往內捲就可以了 這樣就這樣 然後比較重要的是後腦勺的地方 後腦勺要蓬蓬的 頭看起來頭型比較好 最後腦勺是夾上面 好基本上我也是只有表層的地方 就是稍微的捲一下就好了 裡面就不需要動囉 然後接著是用夾一下瀏海 都是往內捲 就是往自己的地方 好基本可愛圓圓的一個香菇頭就完成了 還蠻簡單的 看一下細節 就是下面內捲 我的瀏海也會捲 如果瀏海剪短一點的話呢 就可以不用捲 因為我現在瀏海有點過度時期 比較長一點點就會捲 然後還有後腦勺 要讓它有一點噴噴的 好這就是第一款髮型 接著呢就是剛剛已經 把頭髮整個都打底變蓬鬆了 所以呢我們要做的事情非常簡單 就是找一個分線的地方 然後比較好看一點的話呢 我覺得是在眉峰上方這裡 分線 這樣看起來呢 臉有一種被拉長的效果 然後就是沒有像是 起瀏海看起來這麼的可愛 可能連連會成熟一點點 可是還是可愛的路線 然後邊塞而後 其實有時候我會讓後面 故意扁一點點 只有後腦勺膨 然後這樣子營造的感覺 就會比較帥氣一點點 然後或者是讓它其實 剛剛已經有弄捲 所以整個是有點膨的 這樣子其實也是合理還蠻好看的 這樣可以秀一下耳環 是另外一種風格的感覺 如果說你覺得 這邊這樣子捲捲的 可能看起來年紀比較大 對 我覺得直髮有一種魅力 所以有時候我們可以看到它是直髮 保留它是直的的時候呢 看起來就會比較 年輕一點 基本上這邊直一點點 看起來就會變比較俐落囉 欸我剛剛沒有介紹這一支 這一支呢它 就是這樣子是一個基本的電棒捲 然後這一邊 有沒有發現 它裡面是平的 所以呢它是可以夾直也可以夾捲 然後更厲害的是如果今天是長頭髮 想要弄捲髮 它超好用的 這邊就是有那個L跟R 就是它可以向左轉 跟向右轉 好 戴帽子也蠻好看的 有一種西部牛仔的感覺 然後接下來第三個髮型呢 我稱為 一秒變韓星 就是那種韓劇女主角啊 女二啊 最喜歡用的那種 超有氣勢的姊姊頭 就是整片牛海 從上面下來的 這要怎麼做呢 當然就是從上面開始囉 痾 位子大概是這邊 後腦勺的地方 然後 運用這一塊頭髮 就是我剛剛說頭髮不能打層次 我一定要這裡頭髮是長的 所以跟著髮型設計師說 請把這些頭髮留給我 因為這些頭髮非常的重要 不能打層次才可以有一秒變韓星的感覺 整個抓下來之後呢 要特別注意的是 這髮型要成功要好看 掌握原則就是 頭頂一定要很蓬鬆 頭髮越蓬的時候呢 你的下巴就有一種 欸 被拉長的感覺 你看起來就會更瘦 看起來才會變漂亮 如果說你上面整個是扁扁塌塌的 這樣其實有點像阿上 然後呢還有一個就是後腦勺 也要是蓬的 這顆頭髮才會是漂亮的 所以呢通常我會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我的頂部弄得再更蓬一點點 一樣是用我們的波波夾 然後把頭髮拉起來 我有點懶耶 一般你可能都是拉一小撮 然後夾一小撮 可是我覺得其實不用那麼麻煩 因為你就一次拉起一把 我自己鑽就好了 呵呵呵 我就在裡面鑽一小撮 鑽第二撮 鑽第三撮 這樣也是一種方法齁 呵呵呵 然後等到稍微冷一點點的時候 再放下去 超膨吧 懶人又懶人的方法 就等於說不用分太多區 就我們大概分一下就好了 整個都變很蓬 後來稍微來一下 整個都變蓬之後呢 我要做出漂亮的弧度了 可以稍微讓表面是捲一點點捲沒關係 然後通常我就是內捲 就是我很喜歡用內捲 然後就是這樣子是捲的 好 OK 先不用管它 喔 捲錯邊 好 內捲 然後再撥鬆 有一種亂亂的態度 這樣子大致上就完成了 可是還有一個關鍵的重點 就是在於我剛剛瀏海的地方 因為我們底下瀏海還是比較短的 所以呢 要稍微的把它往內長一點點 就是有點把它包進去 捲進去的感覺 然後是用長的瀏海去蓋住它 就得有外面 最外面是 看過去你會覺得我是長瀏海 就是這種感覺 就是這種感覺 然後呢 關鍵 拿出定型液 稍微的噴一下 噴在哪裡呢 那在這裡 這個角 就是我們把最短瀏海藏進去的這個地方 這樣讓你的瀏海不會掉出來 然後又或者是如果你的瀏海更短一點點 會真的一直往下掉的話 然後通常呢 我會用一個小黑夾 把它掀起來 把我的瀏海 夾起來 夾在這裡 然後再把長的蓋下來 然後還有這樣子 因為你的裡面瀏海比較短 所以會太薄 這邊很容易會不小心漏洞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要噴一點定型液 然後把它們搓搓搓 把你的髮尾跟旁邊這個頭髮 是黏在一起的 這樣就不會掉下來啊 就是有空洞的感覺 這樣就是一個完整的 假裝長瀏海的樣子 然後頭頂戳膨 頭頂戳膨非常重要喔 再隨便給它定型一下 好啦頭髮衝鋒 定型 基本上這樣就完成啦 看起來非常有氣勢吧 以上呢就是我分享 就是我平常會用的三種 很簡單的方式 然後變換的三種造型 是不是看起來感覺都不一樣 而且呢再搭配不同的穿著 你就可以有不同的感覺囉 就這樣囉 喜歡我的影片 然後想接收到最新的消息的話 記得訂閱頻道喔 然後呢不建議的話 你給我個按讚 我會很高興 有任何的問題也都可以留言 或者是 下次希望我拍什麼影片呢 都可以告訴我喔 就這樣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嘿 嘿帥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哈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